你可以把这个工作表再复制一个 然后变成也许名称就是VBA 第二个把设定格式化条件的那个规则 就是整个工作表里面的规则清除 因为如果你要用那个其他方法是清不掉的 他是一个格式套上 有点像个图层 你必须把这个图层给拿掉 那第三个的话 如果你用VBA来做的话基本上一样是开发人员里面的Visual Basic 那这边的话当然我们要撰写程式啦 基本上我先demo一下给各位看 基本上呢当然第1个 格式化日 我新增一个格式化日期 那特别注意这边有两个for 为什么两个for呢 因为 未来当然我们的资料不只是一栏 而可能是很多栏 那像这边的话有12个月所以会12栏 那前面是forI等于第2列 到第32列 那你32可以用增测的 那 蓝的话呢 我这边会多一个J 我习惯啦 那你不叫J也没有关系 你叫其他名称都可以 我习惯 如果列用I来表示 蓝的话用J来表示 那会多一个 内 就是内回圈 所以 上面这个是 列回圈 这个是蓝回圈 那特别注意我的习惯一定要缩牌 因为如果你没有缩牌的话呢 城市会看起来 就是头跟尾你会凑不起来 那如果 少打的话 那会不知道错在哪里 OK 所以 再来的话呢做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你会发现呢 外面会包一个就是 先判断一下 因为什么情况下要判 要检查是不是礼拜六 或礼拜天 前提是他里面 一定要有资料 因为像如果说你今天呢底下这边如果没资料 你直接让他判断的话 他weekday里面如果是空的话那会发生错误 所以基本上先检查一副 如果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那储存格里面的资料怎么表示用Sales 或是I 逗脸追来表示 那个储存格他会一个一个一个的帮你跑 然后呢不等于空的 意思 刚刚有类似的概念 不等于空表示是有资料 不等于 没有资料 那就等于 有资料 OK那个逻辑转一下 那做什么呢判断礼拜六 礼拜六的话就weekday 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如果等于7这个跟那个刚刚的公式还蛮像的 那设定什么呢 Fone Color RGB 那不过我是用比较简单的颜色设定的就是 RGGA 就是绿色 这个是字的颜色 底色的话呢就是什么呢 这个是 255 这个绿色 绿色那其他 其实这两个啊如果大概200的话 他就会是浅绿色 那怎么知道是不是浅绿色啦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你可以在这边游戏桶里面 设定一个浅绿色 这个没有 切到设定的话 255 其他大概204 如果204我取个整数就200 OK大概是这样来的 然后呢我就可以 先判断礼拜六 再 一样的 这个公式 一模一样贴上 其实改一个一 有没有 改一个颜色 那就会是礼拜天了 OK程式就写完了 应该可以了解 因为这个 前面写的还蛮多的 那只是说我们那个 多了一个 睡衣的概念 OK多一个蓝 那其实多了一个蓝之后的话 以后 整个范围如果 都知道 那就可以全部一个一个 帮你把它全部做检查 做格式的设定 那特别注意 那个 因为我刚强调 在 函数里面 是无法去改变它的格式 只有像sub 才可以去改 OK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你不能写成制定函 不能写成function 因为写function没办法去改格式 只能sub才可以 那最后做完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他就是全部帮我跑完 所以 执行 你会发现全部都跑完了 颜色有点不精确 因为我大概粗略的给个颜色 当然如果你要完全一模一样 你再去找一下那个颜色 就可以完全一模一样 那他其实就是帮你把什么 一个一个一个抓出来 看看里面是不是礼拜六 或礼拜天 如果是的话呢 那就是设定不同的格式进去 OK 那要清除的话呢 当然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你要把格式再拿掉 的话 前面好像有讲过类似的 一样蓝回圈一样列回圈 列回圈蓝回圈 那前提是如果里面不是空的 那我就把里面的color怎么样 改成 改回来 前面好像我们在那个 逻辑函数里面有讲到 把字的颜色 改为黑色 有没有 黑色就是000 那底色的话呢 改为没有颜色 那就xl ok 那当然这个地方我可以直接执行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还原格式 你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一个一个慢慢的去跑 所以 这样的方式 其实有个缺点 效率比较差 所以往后 当然这个没办法 这个一定要一个个抓出来检查 然后判断是不是礼拜六 或礼拜天 可是像还原格式 其实可以不需要一个一个 为什么因为我们全部都要设成什么 一样的 就是 字 是 黑色 底色呢 把它去掉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不用一个一个 因为一个一个就是 一个一个儲存格慢慢抓 但是呢你可以整个范围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如果以后 假如呢 上面的程式你可以改成这个还原格式用range 意思就是说呢我 只要做一次就好了 全部改一样就好了 OK就不用回圈了 你需要用回圈一个抓的前提是因为你要一个个把资料抓出来检查 再给格式嘛可是如果不是 全部都要设一样的话请注意哦 你可以把上面的这种回圈的方式 改成什么 用range来表示 那range就是a2到l32嘛 这个范围 如果我要改 字的颜色 那其实这边写法都一模一样 这个是一个儲存格 这个是一个范围 OK应该看懂这个相对应的关系 然后那个都一样嘛 这个是范围 只是差别什么 这个有回圈嘛 那他是一个一个去把它改变 那这个是整个范围改变 所以他的差异 大家知道之后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刚刚这个会一个个变对不对 那这个的话你会发现 他在瞬间 就全部改了 OK所以当然 如果效率上来看 用range来改 效率会是非常的快速 所以以前同学就是 什么都用for回圈 然后两个这样跑 效率会很差 所以你用range来改的话 一下子就全部改完了 但是呢 如果希望怎么样 那最后 等一下可以想想看 也许可以 插入空白列之类的 想想看 再加一下 那或者是说呢 如果你希望呢 一键完成 所有的年历 不过所有年历的话 我这边底下 有一个年历 的sub 那这个当然有点 难度 比较高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怎么样 再看一下好了 因为这个我想细节部分 我大概说一下 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自己 玩玩看 那这个年历 他主要的目的是 我希望一键完成 一个年历的话 最后当然你可以在开发 这边插入一个 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呢 就是对应到这个年历 按下这个年历 他会先问你什么 请问一下你要产生哪一年的年历 那当然你可以输入一个值 比如今年2017的话 他会先做什么 先把那个里面的 资料先清空 对 然后格式也拿掉 再来怎么样 把2017的这个讯息加到A2储存格里面 看这个现在可不可以移动 可以 把这个2017放到这里 可是放在这里的话呢 现在是2017嘛 所以呢我放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是加了斜线1 斜线1 把它怎么样 写到这个储存格 然后在横向的做那个每个月的第1天 在纵向的每个月 的所有日期 然后在格式化 我们试一试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我 自己 写的啦 OK按确定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不过好像 城市有bug 好 那 我check一下 应该是有 地方 反正那个逻辑有待会再讲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 刚刚的这个 设定格式化条件部分 改成用VBA来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里面的话 当然 先demo一下 第1个就是先清掉 所以刚刚漏掉一个地方 就是 可以先 call那个还原 有没有 还原格式 因为我刚刚那个格式一直都会被盖过 没有清掉的话 原来格式还在 那你换了一个年度的话 旧的格式在 那变成说 很多地方会出错 那你怎么办呢 你前面有写过的东西啊 你可以用call call当官 call他 他就帮你把格式去掉 然后再 新增那个 或者其实这行应该是 当他输入之后 放在这边 也ok 放在 这个地方 当他输入之后 再清掉 会比较合理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demo 第一个就是先 输入比如说2017 2018好了 然后 按确定呢 他会讲 清掉 旧的格式之后 然后 把什么呢 把那个2017 2018的那个 那个日期 放在第1天 然后 然后 再产生每个月的第1天之后 再往下跑 那往下跑的话 一样会判断 就是往下跑 如果月份不相同的话 那我就跳离 我就不要继续产生之后的那个日期了 然后一直跑 跑完之后再格式化 格式化刚刚刚写过 所以一样call 格式化日期 就ok了 大概逻辑是这样 然后按确定给各位看一下 机会上 有没有 全部 就跑完了 那也就是说好你可以按下他 输入一个那个 就是哪一年就好了 因为 月日都是1 所以后面这个是串上去的 2018 斜线1斜线1是串上去的 丢到哪个储存格 Range A2这个储存格 那程式如何这样写的话 大概把一些重点跟各位提示 因为这个程式稍微比较难一些 那这个也是我也动了一些脑筋 自己把它写出来 因为 本来其实之前是讲到 这边格式化 就没有了 那因为同学 就会发问说老师可不可以一键完成 对 那我当然想说可以啊 可是讲这个可以是很沉重的 因为为什么 你要可以 可是然后呢 怎么写 要想方法嘛 对不对 所以就想说 而且你写又不能写得很复杂 不能写很 让同学看不懂 或者写一堆 那头头就痛了 所以 尽可能当然越简单 的方法 所以第1个当然 我把它分成123 4个部分来完成 好 那这里面的话 第1个 输入第1天日期 那输入的话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使用者输入 其实不外乎就是说你要不去建个表单 不过做个表单其实还蛮麻烦的 你要拉画面 那如果你 不用表单 而且能够跳出一个画面 让使用者输入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input box 那input box又分成两种 一种是有application的 一种是没有application 那有什么差别呢 有application 点的话 他后面多一个参数叫 type 冒号等于1 这意思是说 如果你用传统的input box 他 如果你输入年份 假设 当然理论上我知道说应该输入这样 可是如果说有人是输入什么 输入aaa 这样子 或者输入一个什么中文字 2017 对你按确定会怎样 如果用传统input box 他会 程式会 bug 但是这个 application.input box 按确定 不正确的数字 会告诉你 请你输入一个数字 所以这个变成 你根本不需要 做逻辑判断 他就帮你做逻辑判断 所以这个application.input box 比较厉害 OK 所以当然 一般的书里面也介绍input box 我是建议用application 这个.input box 他就自动会怎么样 按确定这个时候才可以跑 不然他不给你跑 OK 所以第1个 这个请输入年份 那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得到这个a之后呢 我把它串一个 什么呢 刚刚讲的1月1号 丢到a2 串完之后丢到前面去 丢到a2里面 应该看得懂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分别 第2个就是产生每个月的第1天 就是跟e day一样 这个 这个 那可是问题 VBA怎么写 因为VBA里面没有e day 所以呢 我是利用他里面有一个函数叫day day的这个函数 是VBA里面的函数 不是e sale里面函数 那他 这个函数呢 会需要有一个 两个 三个参数 跟e day不太一样 他这个day的 第1个参数是你要增加 顾名思义 增加什么日期 m的话呢 是月 他你可以按F1里面有说明 然后如果你YY好像是月 然后WW有很多种格式 那再来的话呢 我跑个回圈 2到12 2到12指的就是 这个地方我先把它减 简易说跟哪一个比 跟A2比的话 相差一个月 有没有 i减掉 因为他2嘛 减掉1不就相差一个月 下一个 他i变成3 相差两个月 相差三个月 相差四个月 把资料填到 指定的位置里面去 所以这个回圈主要是 填写上面的日期 OK 那 找到这个日期之后填到 指定的储存格 如果可能有些同学看就看很久 还看不太懂 大概知道一下 这个 再来呢 产生日期 那产生日期 特别注意 我这边是纵向的产生 所以 一定是 往下 往下 你会发现 I跟J为什么颠倒 如果J在上面 I在下面的话 他一定是纵向跑 可是如果I在上面 J在下面的话 那就横向跑 那我今天是要一个月跑完 再换下一个月 所以我J 1到12月 那我先一个月一个月完成 所以从3 往下 到32 12 里面做什么呢 就是把它加一天之后 先丢到D 这个D指的是我产生的那个 日期 判断一下呢 它的月份是不是相等 我这边用等于 前面是用不等于 其实逻辑只颠倒而已 那就把这个日期 如果相等才丢 else就是如果不相等 那就跳离4 Exist4就是跳离回圈 就不要往下跑 如果2月3月了 那就跳离就3月不要输出 那就是跳离 那就不会有3月东西了 那这个那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逻辑 如果你有更好的写法 也许 你可以用其他方法写 产生日期完成 特别之后关键就是 I跟J 顺序颠倒 然后最后的话就扣什么 格式化日期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完成了 刚刚 演示给各位看的 就是这个 一键完成年历 比如2017 输入 OK 把它 重新再 移除格式之后 再加上去 OK 那最后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我想讲一下就是那个 插入那个空白类 刚刚有讲过 你们可以试试看 刚用 这边好了 先排 先1到31 1到31 然后重新排序 排完序之后呢 再 再把它怎么样 再删掉那个那一栏 不过在 重新排序之前你要记得那个 你要先把重新选择性贴上 是直 不然的话会乱掉 光讲就好多个动作对 可是如果你写成VBA的话 当然会比较简单 那怎么做 我一样前面有讲过所以我把重点 来看一下 第1个一样是 这个 插入空白列 那第2个的话呢其实就写个回圈 for i 等于32 到 3 不是到2喔为什么因为2上面如果插入一个就会变成 蓝下面又多一个空白的 那不用就是那个32到 3那你可以从这边看一下 32 有没有 到 3 2不要插了 2插入就多一个 所以这边 然后呢 其实就是step-1 这个上个礼拜讲过 Rose Rose物件呢 哪一列 就是那一列 帮你insert 就会多一列出来了 OK 那其实程式我想应该 不困难的 做完之后的话 当然他就快速的 不过我建议 你在做这个练习 请你先复制一个 免得你插入之后你要再把它删掉 所以不然你就再写一个删除的 上个礼拜也有讲过 那你就把它全部执行过 他就一行一行做完了 Demo给各位看 其实很快 瞬间 全部都插入了 但是我有个问题 插入之前请你先 先要把它那个格式 先移除 再做插入 所以你可能要先 或者你可以先call一下那个什么 这个 还原 再做这个 不然的话 格式会乱掉 那 这个地方其实跟刚刚差不多 不过 我觉得VBA比较厉害 一点就是说 像刚刚如果你用那个排序 的时候呢 那如果裂高要重新调整的话 假设 那你可能还要再做一次 如果裂高 假设我希望呢 他每一个裂高 通通都要是50的话 大概50像素 那其实在VBA里面 你只要加一行就可以了 加哪一行 特别就是 这个一样拉过来 那你只要在这边呢 最后加一个就是Rose 其实这边的话 一样 加一个Rose 物件呢 电 它有个叫Rose High Rose的什么 高度有没有 等于50 那最后记得把刮个5上 哪一个 I的这个 就是当你新增的 这一个 列 顺便呢 去设定他的像素高度 为50 50这个数字 你可以自己先拉一下 你就知道多少 你就填上去都OK 那这样的话呢 一样 把这边移除格式之后 所以你可以call 还原格式之后 再insert一下 他就会 刚好 每一个就50 每一个就50 那这样不就是一个形式 你一年的形式力就可以很快的做出来 所以把年力再串一个insert 再串 那个 就是列高的话 那很快就可以做出来了 甚至当然 之前有同学还问过 老师那可是我不是要 插入空白列啊 我希望每个月跟每个中间又插入空白蓝 对不对 可以呀 你用column 物件 一样用insert 从后面再insert过来 那你就会有旁边又多一个格子 那至于格子的宽度 有没有 一样可以去什么 调整他的像素 那就是 刚刚是roll high 对 然后那个就column y column width 就是column的宽度 那那个属性填上一个像素 他就自动帮你填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是额外补充的就是 如何插入空白列 的sub for i 等于32 到3 step-1 insert就可以了 那我补充多讲一个就是 roll的高度 roll high OK 然后等于50 这样的话呢 他每一个 列 就会刚好数50 其实程式没有几行 但是 其实会写 我觉得 应该还是会比那个刚刚我讲那种 方法应该还得快 只是说可能 很多人一想到写程式就头大了 倒不如还是 用刚刚那个方法 不过我还是先用程式的方法 我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那这个 插入空白列的部分 那我一样 可以把他这个 复制 一样放在云端上 你会参考 我把它放在 最下面这边 下面 我再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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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补一下